年代要選立委 明年要選總統 國民黨已經開始在政學建立 聽說要求將近兩人 沒有分庫的立法委員長 王金平改來選副立委 不過王金平要更公開標台 不想要選立委 以前總統聽說要政學第三世代 國民黨本土派 這是最好的總統領選 那是王金平不想要選 國民黨想要拿到 王金平方法去出走 但是一樣 上次南部選副立委 對著 王議長到時選前是六關 有一些新的同志來加入參與選戰 以院長這樣一個高格局的 這樣子一個身份 現在評論對地方的經營的深度 我想他投入到任何一個選舉 都不是問題這樣子 不過也國民黨本土派 立委政委王金平 當時不斷協助 立委長頭 當中央要扣入到 王議長有個人的議員 難以高層為這事也上了軍 協助立委政總統想要政學第三世代 協議是國民黨本土派 才是最好的總統 也意味著一台王金平 沒受到國民黨中心的 專業由王金平出走 就政治改革立場 我們更希望王院長能夠有重要的突破 那這個突破當然需要大家共同的認知 跟合作 在幾天前 李典會九十歲 攝影的期間 也歡迎到王金平安排在李典會旁邊 口減王金平在李典會 心碼中的混亂 政黨 不過國民黨對了 這次立委選擇 相當攝理 對了王金平這張本土派的重量因素 不夠均衡 相關的報告幾位保留 有很多擔保空間 記者傳播